MING PAO TORONTO 市道差,人人都說開源節流 在家裡的廚房一樣要省著煮 大廚教你用有限預算 煮出無限美味 從前有個很乖的小朋友 她叫葦璇 她得到聖誕老人的眷顧 聖誕老人送了一份很特別的禮物 是茄子和番薯 很開心,但我不懂得煮 為甚麼拿著番薯和茄子 我很想吃,但我不懂得煮 你想怎樣煮 我想…吃點美味就可以了 拿來吧 那交給你吧 交給我 在未開始之前 我已經偷吃了一顆糖冬瓜 好吃嗎 超好吃 超好吃 我很喜歡吃這個 給你吃吧 這是為了煮食嗎 不用煮,只是滲面而已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番薯和… 即是一個甜品 也可以當作甜品 潮式的甜品 甚麼明糖 潮式番薯諾 諾 諾 火字加個角諾 即是甚麼 諾 潮式的意思就是半煎炸 就是這樣,就是番薯 即是炸番薯 沒錯,炸番薯 好的 好,我們先切了糖冬瓜和腰果 腰果提早就焗好了 這個也是用來撒面的 脆脆的 很香 對 這樣我們… 為何會這樣吃 怕碎它 是否烤了才會這樣吃 對,烤了才會脆脆 特別香 特別香 即是煮酥湯也會加腰果 因為它煮出來的效果 真的有點像肉的味道 即是番薯會有肉的味道 不是,是腰果 腰果切成這樣就差不多了 是 好,接著我們先切些糖冬瓜 混合在一起 對,我們先切一片片 接著我們先切 你是否喜歡我,多切一點 很好 我去台灣也很喜歡吃番薯 之後有些焦糖 那些是拔絲嗎 拔絲? 很多塊番薯 煮完之後有些… 把絲出來的 對… 拔絲 那些是很好吃的 好,等一會 我們再混合砂糖就可以了 還混合砂糖嗎 對 那一定很甜 吃得你甜入心 師傅只是甜甜的 糖甜的 好 好,接著呢 我讓老婆看到 停 番薯會切得比較幼身 視乎你喜歡吃粗還是有的 也可以 我還以為會是一塊塊的 一塊塊很難煎 如果一塊塊,可能是做你的拔絲 我們切絲 接著我們加入馬蹄 馬蹄就… 爽了嗎 對 開罐,切片 有否說這道菜式是朝鮮人 何時會吃的 也沒有,他們經常吃的 即是一個很經典的條件 他們多加青瓜和南瓜 然後… 我很喜歡吃南瓜 好,番薯和馬蹄 我們洗一洗 洗臉的澱粉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拿來停乾水 好像站在旁邊只有食指 可以了,沒問題 好的 安心吃 雷師傅真的很男人 好,那些番薯 我們把水燒出來 然後我們用木薯粉拌勻 木薯粉的作用是甚麼 讓它可以黏在一起 令它更脆 煮番薯諾有一個特別的做法 我們要先把油燒熱 對,那裡有一碗油 對 小碗太大了,朋友 碗大而已,對 我們把油全部倒進去 這麼多嗎 對 把油燒熱後,留一點油 先把餅煎好 然後煎至定型 再加熱油半煎炸 再倒進去? 對,我們要把油倒進去 好,下面先留一點油 先放進去前,再拋勻 然後我們用手 它真的可以成為一個餅形 好,接著我們開火 我想問這個做法是… 在餐廳也會這樣做嗎 還是在家裡也可以做 其實餐廳也是這樣做的 但如果不想用太多油 就在慢火兩邊慢慢煎透 我們在這裡煎的時候 我們按一下 等待它黏住一點 看到它有初步的定型 我們可以慢慢加點油 不停加很多 你當它是水就可以了 你喝給我看 我喜歡放涼,我放涼才喝 它甚麼油都不吃 其實我也沒甚麼壓力 我還是要煮的 煮完後,它也要吃 要煮多久就知道它熟了嗎 其實我們炸至香脆就可以了 所以要不停試吃,對吧 你試試吧 我不行 沒有,這個還沒炸至最後 試不到 我們最後的油 就倒了 加進去 很可怕 很開心 天婦羅的感覺 你又形容得不錯 是嗎 潮州的天婦羅 平時外出,朋友們全都叫天婦羅 對,天婦羅 我一口也不吃 我連吃雞肉 一定要去掉黃色的皮 還有那層油脂才吃得到 我吃不到脂肪 我小時候真的試過吃 但我吐出來 反胃 反胃 對 天生抗拒 在家裡真的沒有試過用 這麼多油來炸東西 還要煎完一層油 再淋上油,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連油也想省 但我今天不會抗拒 當然,沒有油 因為你說你吃下去 沒甚麼油味 沒甚麼油味 好,我們要翻一下 我們先拿起 先升一升油溫 就是逼油的時候 我又要發功 我不想一隻鍋爆 好 差不多了 好 一擠就差不多了 要再炸一次 對 再炸一次,讓表面比較高油溫 多擠出油 表面會較脆 夠了 我們先放進去,先鎖一下 稍微鎖一下,我們就可以切 它的樣貌 像我平時自己都會用番薯切絲油 放進氣炸鍋裡 爺爺? 切絲、氣炸鍋,然後做甚麼 炸薯仔絲? 就這樣吃 脆皮,挺好吃的 對,也是健康一點 如果有油 之前如果有減肥… 氣炸鍋也可以 氣炸鍋真的可以 不過要噴點油 我怕它黏不住 所以要噴點油 我們要徒手拿 對,不是很容易 切成一塊塊 好像暑假 很香,香得不得了 好,你想偷吃嗎 雪糧沒有甚麼油味 它把油全逼出來 摸上手有一點 囂張,摸上手有一點 很漂亮,真的像暑假一樣 好了,你還想混合糖嗎 滲下去吧 不混合糖嗎 我們把糖冬瓜和腰果碎 滲上去就完成了 喜歡吃糖冬瓜嗎 對 多滲一點,像下雪一樣 太好了 就是冬天吃 很漂亮 好像有很多雪糧在番薯上 那樣 我覺得用手好像比較野味 比較滋味,試試看 很香的番薯味 這個脆的味道真是離證大泡 用糖冬瓜代替糖真的更好吃 我覺得有一種清爽的感覺 因為通常炸出來 也會很怕油膩 或者平常吃冬甩 就算加砂糖 你吃完幾口後 也會覺得油膩很難撕開 砂糖,有點慘口的感覺 這個很舒服 軟身的感覺 清涼的感覺 又不是很甜 用糖冬瓜 是… 整塊吃就覺得甜 切碎了就不覺得了 我拍了幾塊 拍碎了 拍碎了 拔的 有一點 這就是 可以 一碗 到 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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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一看到這道菜就很興奮 因為是我最喜歡吃的茄茜 聽說你也很吃得辣 我吃得辣嗎 吃得有多辣 這次是馬辣嗎 這個很辣 真的嗎 可以嗎 真的辣嗎 真的辣 小中大 頂級 跳鵝肌 不是跳鵝肌,是正常辣 好,我們嘗試 好,我們先切鮮椒 這道菜有這麼多椒 名堂是甚麼 剁椒茄茜 你能吃辣,多剁一點 試試 如果家庭觀眾真的沒有吃得那麼辣 是否加少一點椒就可以 可以的,少一點椒就可以了 不要加那麼多辣紫天椒 真的會辣 綠色就沒有那麼辣嗎 也會辣,但紫天椒會辣很多 我覺得茄子其實也挺拌辣的 茄子很吸收味 對 所以待會一吸收就很辣 好,我們先切薑 你只是想看我覺得辣得支持不到 不,還是看看你可以吃多少辣 茄子呢 我吃得挺辣 其實… 我想吃雞煲的,中辣也不錯 但我吃不到很多大辣 但也不會至於要叫救命 然後還有蒜 有一個題外話 請說 你覺得你很像一個人嗎 是誰 你知道是誰的白紙嗎 有聽過,但不知道 是誰 跟你一模一樣 有這樣的事嗎 是 怎會,我讀一模二二 你對的 你的性格也很特別 有多像 你連說話也像 不是吧,他抄襲我嗎 還是他抄襲我嗎 我抄襲他,他抄襲我 我也不知道 但如果你去拍攝 白紙做的角色 我想一定會做到一模一樣 白紙在煮菜 他不斷說我像白紙 然後我回看,其實也不像 現在我們把香蕉剁碎 我們用一個較大的碗 待會我們要不斷攪拌 我們會有泰式雞醬 這個就這樣吃已經好吃了 有點甜,但有點辣 這樣,接著會有生抽 是 醋 都加了多少口 對,然後還有白醋 白醋 對,接著會有砂糖 接著會有鮮醬油 最後就是辣椒油 然後我們攪拌均勻 好,我們攪拌均勻後 我們要拌勻 我想大概放進冰箱 拌勻一個小時 因為拌勻,放進冰箱 醬汁會有變化 會變稠 會變稠 是 時間已經過了一個小時 先嘗嘗醬汁 嘗嘗味道 你先拌勻嗎 攪拌一下 看看夠不夠了 不夠了,我再攪拌 跟街上吃的青瓜、拍青瓜 還有木耳比街上更出色 我挺怕你說差不多一樣 真的很好吃 沒可能是一樣的 好,試完醬汁就行了 沒問題 行了 我們做茄子吧 茄子怎麼做都好吃 是嗎?那你會怎樣切 我會切片 這麼囂張,知道我要切片 看稿吧 好,茄子我們要開拌 然後我們要切片 是 我們先切平底 切一下 即是一個茄子都可以讓你女性 弄出了十日花 這個涼拌已經很美味了 對,這道茄子就是兩本菜式 不過熱吃也可以 所以最後我們要淋上去嗎 對,我們煎完茄子後 會塗上醬汁 然後再捲,再淋上醬汁 讓它多吸收汁 好,我們現在可以煎茄子了 是 但等下來比較好 你說我想的 你想而已,不是我想的 因為我跟730的姐姐女 每次開創 我們最期待的東西 就是在午餐的時候 大家一起吃麻辣的米線 那碗麻辣的食物會令我們清醒 那麼厲害? 對 我們現在夠熱了 我們放茄子來試試 像五花肉嗎 五花肉? 即是五花肉,即是豬肉 你像嗎 吸收油 每次都只可以煮一點 煎得不多 比煎餅很大 其實煎至兩邊金黃或煎熟都可以 如果有辣食物就掩蓋不了 想吃辣食物的情緒 好,這塊就煎好了 是 我們先擺一擺 先放在碟上 只是煎那麼少 我們貴精不貴多 那真的… 那個意猶很未盡 那就回去學煎吧 拍飲食節目就是這樣 這個汁有可賣嗎 有 你有出品的醬汁嗎 這個醬汁可以吃,不可以賣 那我可否每個星期都… 你每個星期能吃到這麼多嗎 拌一拌就沒有了 拌過木耳也… 好,我寄一包給你… 看你能捱到多久 我們…咬手指甚麼 真的嗎 真的 對 好,這些我們也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關火 是 那呢 淋上去 我們不要拌勻的 是 那我們把茄子放進去 捲了嗎 對 真的變得很少 一口也沒有 你要這樣想 一條茄子可以做出這麼多塊 你要這樣想才行,對吧 先來吧 師傅很不飽 我們吃東西是追求的味道、口感 現在不是追求飽的 追求飽的飯就飽了 師傅現在要在這碟上拼砌出 清明上河堂 你也想到清明上河堂 這是白紙千酸 白紙… 白紙千酸… 是否要用手才行 對 我用筷子可以嗎 可以,試試吧 很功夫 哪個門派的 我都可以學習一下 小心… 怎麼了 先摔一下紙 喂 怎樣… 好 那我交給你全捲了 好,師傅給我一小時時間 我們一小時後吃吧 沒錯 時間很多 好的 慢慢吃 這道脆椒茄子 我覺得是適香味俱全 絕對 我們還偷偷替它改名字 就叫做白紙千酸 有趣嗎 為甚麼 你改了嗎 為甚麼 你改了嗎 因為你的樣子有像白紙 接著呢 然後加了很多草,有酸的 然後它變成很小顆 一條茄子,一條茄子 可以做出這麼多塊 所以就千酸 這個名字叫得好 試試千酸吧 對,試試吧 我覺得你這個捲起來 是令那個層次更豐富 當然豐富 切片更長,又可以吸收汁 捲起來又可以吃到口感更厚 對,有那種軟軟的 但又好像在吃很多層的感覺 沒錯 這個汁 你記得每個星期都要寄給我 好,先寄一包給你試試 來吧 這個汁是這樣的 拌甚麼都可以 拌麵也很好吃 為甚麼 為甚麼我最後會吃得出 有一絲的滑在裡面 茄子 整個菜 吃完之後,我覺得有一種滑的感覺 是的,這些菜本身很香 沒有油的菜會很粗糙 不夠滑 好像我給油夠和油煎 它已經吸收了 整塊茄子是滑的 這個白紫千酸 希望大家都可以嘗嘗做 很簡單 希望你萬紫千酸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ViuTV的觸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 按下个铃铃 一有新片马上通知你